中共十八大后被曝光的重庆不雅视频案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重庆市长黄岐帆最近对媒体宣称 案件所设官员都已被查处免职 再无其他官员设案 但这一说法遭到各界质疑 原北京律师李庄更明确表示 不雅视频并没有曝光完毕 已曝光的也没有被全部查处 3月4号在北京参加中共两会的重庆市长黄岐帆 接受媒体采访时 首次对重庆不雅视频案做出回应 黄岐帆声称 案件涉及的官员都已被查处免职 并强调说不再有其他官员涉及此案 但这一说法被网民们认为太绝对 并质疑黄岐帆在说谎 不先来主政重庆期间 北京律师李庄因曝光重庆打黑运动中的酷刑逼供 而遭重庆黑打并被抓入狱 3月5号熟知重庆官场的李庄 通过新浪微博发言 对黄岐帆的说法进行了驳斥 被外界看作是李庄公开与黄岐帆隔空交火 李庄向新唐人表示 目前还不方便对外界曝光更多不雅视频 对于李庄与黄岐帆的隔空交锋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认为 李庄的动作是在警告中国大陆的执政者 不要无视民意 李庄作为一个律师呢 从他的角度对黄岐帆的这番发言 做出这样一个判定呢 实际上也是在提示现在的执政者 老百姓都在看着这个案件呢 看看他们怎么办 2008至2009年间 重庆地产商萧叶等人 为拿到政府项目 偷拍多名重庆官员的淫乱视频 但这些官员得到时任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庇护 随着薄熙来垮台 这一不雅视频再次被曝光 重庆北北区委书记雷正复等11名官员 因此被免职 黄岐帆主抓的重庆国资系统 更有多位官员落马 成为淫乱视频的所谓重灾区 黄岐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还为官员辩解 他说偷拍淫乱视频 是黑社会的做法 官员是在被钓鱼后上当重计的 我们现在说的是反腐 至于说那些是不是钓鱼 是不是拿着这些视频去敲诞 那是刑事案件 我们说的是官员的这种腐败 怎么叫上当和重计呢 他用的这个词是不对的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分析指出 重庆当局抓捕了视频女主角赵红霞 但对涉案官员的贪腐犯罪行为 和背后的利益群体 却只字未提不予追究 因此黄岐帆的说法 明显是在迷惑公众 对于习和李新政啊 公民实际上是通过重庆这个窗口 做一个验证 看看他们到底能把案件 办理到什么程度 反腐败到底是一句空话 还是一个走过场的一个现象 邢天行强调 黄岐帆说的案件所涉官员 都已被查处免职 再无其他官员涉案 这仅仅局限在官员言乱 这个单一问题上 事实上公众期待的是 官方主动曝光和查处 这些官员背后隐藏的 巨大贪腐行为